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晨星出版社所出版的 立刻上手的麦可波特企业竞争战略图结版 好前面呢我们讲了很多就是 关于麦可波特的企业内部怎么去做分析 那这里呢 书中中野明作者他有去提到另外一个派系的 关于资源内部的分析 那他称之为RBV 也就是资源基础观点 那他到底跟波特的竞争策略理论不同在哪里呢 我们请Arene跟我们分享一下 资源基础观点RBV 和波特的竞争策略最大的差异就是内外的不同 RBV他是着重于内部环境 先注意稀少又难以模仿的内部资源 因为第一优先是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 另外波特策略定位 他主要是着重在外部环境 第一优先是自身于策略定位中 关于RBV他认为要实现竞争优势 就是要努力开发自家企业固有的能力 并将组织调整到能力最能够发挥的状态 就一点类似核心竞争力 哈姆尔和普哈拉定义核心竞争力为 将其他企业无法模仿 而只有自家企业才能提供的价值提供给客户 就成为企业核心的力量 RBV着重的就是在这企业内部核心的力量 好哦 那Erin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学派的策略论 他到底是用什么手法去分析 企业内部的强项跟弱项呢 RBV用了四个观点来分析企业的强项和弱项 这四个观点分别是关于经济价值 关于稀少性 关于难以模仿性 关于组织 首先关于经济价值 就是指企业的经营资源 能否适应于外部环境的机会或威胁 另外关于稀少性指的是 有多少企业获得这些经营资源 第三个关于难以模仿性 指的是这些经营资源是否难以模仿 最后一项关于组织 指的是企业是否已经有全盘的政策 可以有效率的活用这些独特的经营资源 那企业针对这些问题回答yes或no 或者是以阶段的评分来加总 藉由这些手法 我们就能清楚的认识企业拥有的经营资源 与能力是强或是弱 不过波特要我们注意 应该说作者要我们注意波特并不特别推荐这样子的分析 为什么呢 作者提到波特非常重视 构成价值链的各项价值活动间的相互关系 相互联结的关系波特称为适配性 有意图的连结则称为策略的适配性 波特认为策略的适配性将会把企业导向持续竞争 企业企业的结果 若是以这种观点来看 我们将经营资源一项一项的评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后续作者会针对这个再加以讨论 哦好哦 那既然我们这本书是在讨论麦克波特的策略论的话 那我们下一个章节就来看看波特对于 他的内部资源的整合运用 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下章见啰